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心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了 請各位同心請起立 走開 請坐 各位同心大家午安 從早起到現在的今天最累齁 早起到現在已經很累了 一直在睡覺 我先開始說一下 剛才跟我們女兒餓補的笑話 他們剛才說給我聽 而且跟最近有關係的 我請問大家 我請問一下大家 狗會怎麼叫 旺旺對不對 然後 貓怎麼叫 然後那個貓再過來是 羊怎麼叫 阿馬怎麼叫 馬 我管定了 馬是我管定了 有管定了嗎 沒有啊 到現在一點都沒有管定 馬英九跑到那個洪仲秋他家 馬怎麼叫 他說我管定了 管到現在咧 越管越搞不定 三天換 六天換 七天換三個部長 我管定了 這是馬怎麼叫 最新的齁 還有一個齁 還有一個齁 請問你們 整天你們做什麼 那個齁就跟他說 吃飯睡覺打東東 你問第二隻 他也說吃飯睡覺打東東 他就覺得很奇怪 那個記者就說打東東是什麼 他也沒有回答 他就一直問每一個齁都說 吃飯睡覺打東東 問到百多隻 終於有一個齁回答說 吃飯睡覺 他就記者就好奇說 你怎麼會沒打東東 他說 我就是東東 我昨天在講的 那個 世界因你而改變就是這本書 給各位看原神出版社 世界因你而改變就是這本書 很小一本 這個女生的演講都在裡面 然後 通常上課我都有送 等一下我們看會後 等一下我會五點五十分準時下 讓大家早點去吃飯 那 這個下課之前如果有時間的話 如果我們講得完的話 有時間我們請人家上來心得分享 我就把這本書送給他 我們昨天談到水污染對不對 那繼續談下去 我們看水污染現在地球上水污染到底有多嚴重 那畜牧業到底怎麼污染我們的水 來我們往下看 美國晚餐 要吃的牲畜 大概是多少你知道嗎 一天100億公斤 晚上吃的 美國人真的很愛吃肉 大概消耗掉多少水你知道嗎 一天多少 1秒13萬公斤 這些 很可怕的一個數字 來下一個 這我早上這一個 我們下課以後 我才在跟一個同心在分享 他就在問我 我說 以前我們阿嬤 有養雞啊養豬啊 我記得要吃一隻雞 大的小小太大小差不多四個 現在一隻雞 很快 他叫五康年的雞 中華民國差不多三十九年的雞 那麼小吃 事到六十八天的時候 倒邊吃 現在 二康八年的雞 四十七天可以這麼大吃 曾經還有那個通信在說 現在他說 啊不是 曾經是我的室友校長跟我說 現在那個牛要刺得快 直接把他胃打個洞 把他東西灌進去 不用咀嚼 讓他直接把飼料灌到他的胃裡面 現在這樣刺牛的 下一頁 所以雞都怕抗生素啊 怕生長激素啊 這樣生了才會快啊 你不知道現在雞差不多二一天就可以吃了 我們以前要試過 現在二一天就可以吃了 你吃著保證不打扮 因為他身體裡面很多藥 藥都把他擱掉掉 那雞生出來 小雞就要把他匯檢掉 因為他們從小到大生長 就在這個劍方上面 在一張紙的劍方 然後呢 他們會去割飼料的雞 所以不可以給他們割傷 割傷傷就會打扮就會有傳染病啊 所以一出生就要把他們的匯檢掉 讓他們可以吃得到咬不到 這是在養雞 那美國齁在種植 種植葉啊 然後牲畜啊 飼料灌溉用水 佔美國淡水資源的85% 這個數字齁 1公斤牛肉齁 你要吃1公斤的牛肉 要從頭到尾生產齁 要2萬公升的水 2萬1000公升左右的水 1公斤麵包 只要1160公升 1公斤番茄只要242公升 那一樣的東西齁 吃得一樣都會醜飽齁 可是他用的水是完全不一樣的 再往下看 所以齁 生產全麥麵包的水齁 是生產牛肉的18分之1 生產番茄的水 是生產牛肉的86分之1 齁 再往下一頁 再來看齁 亞馬遜森林 大概40個台灣大齁 都被開墾了 全部都被開墾了 然後呢40個台灣大的土地齁 80個percent 用來種種植跟那個 他種植是要餵牛餵羊 所以用來種植畜牧 那個用來畜牧月齁 所以在美國你要吃一個漢堡 就會有6平方公尺的雨林 要被移為平地 來種植牧草來餵牛 這是在破壞整個亞馬遜 我們都全世界都要跟巴西抗議 他說沒有辦法 我怎麼賺錢啊 下一個 本來左邊是熱帶雨林 現在被砍發掉的熱帶雨林 變成這樣子 移為平地 所以每年雨林減少5萬2千平方公里 大概一個半的台灣 這樣被砍掉 把它移為平地 地球的廢每年這樣被砍掉 再下一個 每公頃的雨林通常儲存200公噸的碳 森林改為牧場 被砍伐轉做草地 每公頃儲存的存碳量 只剩下8噸 本來可以200噸 這邊存8噸 本來它可以吸收那麼多的費 你吃一個113公克的漢堡肉 有大概20種到30種不同的植物 100種不同的昆蟲 大概20種到30種不同的鳥類跟動物 會被在這個生態圈會消失 會被摧毀 來下一個 生產牛肉要用到的石化能源 提供等值熱量的蔬菜 要它的16倍 而且會產生24倍的二氧化碳 這些都是科學家他們去精確計算出來的數字 看這些數字很簡單 但是這些都是非常讓人家沒有辦法去想像的 我告訴各位 如果你在練習的過程 我今天先跟各位談一下 像這些你以前沒有看到過 你不會去注意到 所以我要跟各位談 你會知道注意力就等於事實 通常你沒有去注意到的 它也會發生 我舉個例 我舉最近現在的例子 我們都知道7-11最近幾點數在換什麼 小朋友知不知道 憤怒鳥嘛 換憤怒鳥杯子對不對 憤怒鳥有幾種顏色 粉紅色 黃色 綠色 黑色 五種對不對 五種顏色嘛 這阿嬤你把孫子集得很清楚 好 有五種顏色對不對 那你可以說你集滿點數 集滿點數啊 你要去換的時候你可以跟她講說我要什麼顏色嗎 不行 為什麼 它是隨機取樣對不對 所以你抽到什麼就是什麼對不對 有一個小女生 我上個禮拜 上禮拜 上禮拜三 上禮拜三 上禮拜去羅東演講 我去羅東嘛 結果我們六點就到了 我跟我們女兒子去7-11 就看一個小女生 她媽媽帶她去換 她跟她媽媽說她要粉紅色 店員跟她說沒有辦法選 不能選顏色 她說我要粉紅色 店員跟她說沒辦法算 她很堅持喔 我一定要粉紅色 那她媽媽就說沒有關係 你就換給她啦 結果打開以後 你猜是什麼顏色 蛤 粉紅色 真的 她心想事成 她就一直跟店員講她要粉紅色 所以你隨機打開 她現場打開一看粉紅色 真的是粉紅色 我齁 因為那時候我也集滿點數了 我叫我女兒去換 我心裡面就在想 我不要黑色 因為我老婆說不要黑色的 所以我說我不要黑色 她也拿給我了 我也知道 我當然不會一直講說 我要什麼顏色對不對 可是她已經拿給我了 我打開來什麼顏色 黑色 奇怪欸 她要粉紅色她就要得到 我不要黑色我也要得到 注意力等於事實 我們再來看 其實你在 你以後會處理很多的公務 你以後會處理很多的事情 你要了解注意力這一塊 很多事情 你可以選擇 要生氣不要生氣 我們來看看一個女生 這個起因 在於有一個 那個 第二個投影片 那兩個裡面 第二個字比較少 那個我忘了叫什麼 那個 你放出來我就知道 這起因於一個很有錢的人 他一天沒事情 他突然想要去坐公車 你知道嗎 他本來都有私家教授有司機 他那天突然想要坐公車 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你有看到嗎 我忘了那個標頭叫什麼 那兩份投影片其中一份 對 這個老總 他很有錢很有錢 他很久沒有坐公共汽車 有一天他突然想到 想要體驗一下 老百姓的生活 你以後也要多了解老百姓 結果他投錢 找到靠窗邊的座位 他坐下來 他就開始觀察身邊的人 因為很久沒坐公車了 就很好奇 他開始東看西看 前面懷孕的婦女 後面是上了年紀的老人 然後都是普普通的人 但是他們看起來 臉上都還蠻好的 因為日子過得雖然苦 但是都還在生活 然後他突然看起來 他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欸他會坐公車耶 他就很 很近距離的欣賞她 結果到了下一站 車子人越來越多 把那個美女擋住了 他就閉上眼睛 開始 因為看不到嘛 閉上眼睛想像那個美女 看到了嘛 結果突然有一個很尖利的聲音 跟他突然就這樣砸過來說 你就不能給讓個坐啊 一個大男人一點也都不紳士 他睜開眼睛 一看到一個婦女抱著一個嬰兒 在他面前 發出尖利聲音的醜女人 那個女人罵他就變醜女人 對著他發愣說 你求什麼求 說你呢 全車的人都看他 為什麼不讓座 他突然 他閉上眼在想美女的 哇 一個老總去人公這樣 很抱歉 所以站起來 跳起來 然後恨得牙癢癢的 好啊 你給我記得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結果呢 他回到公司 公司要招聘新人 他想說這個新人很重要 他竟然本來人事主管在招聘 他就親自過來看一下 一看到應徵的人 竟然就看到那個醜女 哇 冤家入宅 怎麼這麼多貨 冤家入宅 他的心裡安安得意 他要他補給他 女孩子也認出他 女孩子心裡也很忐忑不安 他就跟他講說 他頭上光都流出來 他說 老總跟他講 你把我們每個人的皮鞋都擦一遍 我就錄用你 擦我的皮鞋 擦每一個應徵的主管的皮鞋 總共五個人的皮鞋 擦完我就錄用你 阿里邊要怎麼走 你要怎麼做 他覺得 家裡面已經很久沒有工作 家裡又靠他賺錢 可是呢 他又不能沒有尊嚴 他去應徵 他又不是去應徵擦鞋 他是去應徵主管 雖然 他很醜 可是他能力很強 他在很多公司 都是因為醜被拒絕 人都以這樣 人用外貌去看 他有高學歷有能力 所以很多公司雖然把他拒絕 但是現在有機會阿 老總跟他講阿 你只要把我鞋子擦一擦 我就錄用你 結果他擦了 老總本來想說這個倔强女孩不會 那個屈舊 但是他擦了 他把鞋刷子拿來 每一個考官擦了鞋 他想說你不是很厲害嗎 然後他在心裡面想 可是畢竟老董是老董 他有一些他自己的風範 後來想覺得有點過分 女孩子在車上雖然傷害他 但是本質上是做好事 而且他不知道原因 而且他覺得他很有狹義的風範 他就跟下屬要來他的檔案 比試成績第一名 這個女孩非常出色 他也不能在眾人面前說話不算話 他鞋子都擦了 好 我就錄用你 這個女生竟然沒有跟他講 沒有很高興耶 竟然跟他講說 算上你我擦了五雙鞋子 每雙兩塊錢 請你付給我十塊錢 然後我才會來上班 他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 這個女生會這樣講 但他宣布沒有辦法再更改 所以很不情願的給了他十塊錢 更讓他意想不到的是 女孩子拿十塊錢到了門口 在那裡撿垃圾的老人 他把十塊錢送給他 他雖然擦了皮鞋 可是他贏得了尊嚴 事實上這個女孩子 非常非常厲害 做了很多 很多他看起來沒有辦法完成的任務 有一天他忍不住 當初是這樣相見的 因為誤會而相識 但是因為了解 越來越器重他 當初我那樣為難你 你心裡面沒有怨恨嗎 女孩子卻達飛手問說 我彎下腰 只是為了換一個可以抬起頭的機會 我彎下腰只是為了換一個可以抬起頭的機會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今天各位成為民政府的高級公務員 各位請各位上文課以後彎下腰 將來你可以抬起頭 彎下腰做什麼 我們這邊有很多DM 歡迎各位拿去跟人家解釋跟人家說明 讓他們有機會接觸到台灣民政府 讓我們台灣民政府 執政的日子提早到 都需要各位的幫忙 我每次初級班都會告訴各位 只要各位上過課的這些 我們的同心 每天跟三個人講台灣民政府 三個人就好了 不管你認不認識 只要讓他知道有台灣民政府 注意力嘛 他不管是不是黑色 他只要聽到了 怎麼做 你可以很簡單 我現在教各位 一整套的 很簡單的流程 你把它學起來 回去看錄影帶都看得到 你可以問他 像我到7-11我就這樣問 我有問說 小姐 你是不是台灣人 你是不是台灣人 我常常遇到這樣 然後我有一次遇到一個女生 她長得比較健康 就是皮膚比較黑 她說 她直接回答我說 我不是外婆 她用台語跟我講 我說不是啦 我問你 你是不是台灣人 她說是啊 她說是啊 你站在那裡 她說土橫 因為我住在中立 她說我是台灣人 我說你要怎麼見面 她會愣在那裡 這在注意力系統裡面 第一個錯亂的注意力 你會發覺注意力有一些系統 我很簡單 沒有這個上課要上9天 我很簡短告訴各位 注意力 第一個叫做固著 什麼叫固著 你從小到大 你習以為常 你認為的事情 人家常常說 人家常常說 人家死人故性 死人故性 那個如果你有死人故性 你的老婆 你的老公講你有死人故性 那就是固著的注意力 你就一定要這樣照去 這樣做 不能那個 有一點點偏差 你就是回家一定要先洗腳 要泡腳 要怎麼樣 就是那些你固定做的事情 那些注意力當你被固著了 你就像你自己孔一個 那個水泥把自己封起來 我為什麼這樣問 我為什麼說你是不是台灣人 她一聽她本來開始很固著 我說我是台灣人 我問她你怎麼證明 這是第二個 就錯亂的注意力 她一定會愣住 對啊 我是台灣人 她會跟你回答 我是台灣人 這時候我一定會準備好 我就拿出來說 你有看到身份證上面寫什麼 中華民國 她就愣了一下 你就一直給她錯亂就對了 然後我再拿出來 這上面寫什麼 中華民國 一定要拿1000塊的 不要拿100塊的 中華民國 我再問她說 你的護照咧 中華民國 那你怎麼證明你是台灣人 我說我可以證明 拿出來 我是台灣人 她會愣了一下 這美國發給我們的台灣身份證 證明我是台灣人 有這張 以後我的錢都可以保得住 你一直不斷的在錯亂她 她就會愣住 她就會 我們最主要是要讓她知道台灣民政府 這張代表我是台灣人 有這張才是本土台灣人的證明 接下來咧 她心裡面會怎麼想 這就是一種過程 她一直想說 你一定要叫我辦這張對不對 你要叫我辦這張嗎 沒有 接下來我就跟她講 其實你可以不用辦 你跟她講 其實你可以不用辦 你就可以走了 你只要讓她知道 她自己會去找方法 你就可以真的這樣子就走掉了 其實你也可以不用辦 如果她繼續問你 她就有興趣了 她已經完全注意你了 當你跟她講說 其實你也可以不用辦 她如果問你說 那要怎麼辦 你不會回國出來拿證書給她 難道拿那個申請書給她 難道你就真的這樣走 她如果問你說 那這要怎麼辦 你當然要轉過身來 把那個申請書拿給她寫啊 如果你跟她講說 其實你可以不用辦 然後她真的不理你 走了 你就走了嘛 陌生人就這樣練習 每天就是讓人知道 有台灣民政府 有台灣可以申請台灣身份證 我剛剛前面有提到對不對 我辦這張是為了我以前 我以後我自己的荷包 她如果有興趣 辦身份證可以顧荷包 她如果有興趣 我們再來談其他的 再往下談 這些我到很多週去上課都講過了 各位只要學起來很簡單 我再講一遍給各位聽 你是不是台灣人 來我們來互動 你是不是台灣人 是啊 你確定你是台灣人嗎 哪裡人 台南 你是豪路人還是客人 還是高山族 高山族也是一個錯亂 她會覺得什麼叫高山族 就是原住民啊 那 你這樣提到的時候 你在跟她講說 你沒有辦法證明啊 為什麼 你開始去挑戰她 這一張 中華民國 上面 中華民國 你通通是中華民國 你怎麼證明你是台灣人 我是耶 我有台灣 民政府的 台灣身份證 我是台灣人耶 這上面證明 美國發給我證明我是台灣人耶 我辦這一張最主要是因為 我要顧我的荷包 然後接下來 你就可以走了 你最後再加一句說 其實你可以不用辦了 就走了 你說其實你可以不用辦 人到這個階段 他就會很混亂 他的注意力完全被你吸引 但是很混亂 蛤?你跟我講了半天 結果你告訴我 我可以不用辦 你還真的走了 7-11你會只去一次嗎 不會嘛 你下次我又看到那個小姐 你可不可以再來一次 可以耶 下次你再問她 你就可以 我們對客戶是很輕鬆 我們對我們的好朋友 下次我再去問她 你是不是台灣人 你上次問過了啦 他就跟你互動了嘛 你上次去跟我講過了 你忘記了嗎 喔我有跟你講過喔 喔是你喔 是很輕鬆的嗎 很好玩嘛 你不要去問我 我剛才就聽了 你問到那個太太 看人家就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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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還在遇到啊 你還可以再 還可以再跟她 其實這很輕鬆 她 男生你知道嗎 以前是同學 一起長大的 現在 因為時間 一段時間 就沒有再去 她就不會睡 對啦 我就這樣問她 笑 我們大家齁 我跟你講 我們如果大家一樣一直 有可能啦 什麼狀況 你們都會遇到嘛 人爸爸就 一樣米洋百萬人 什麼樣的人都有嘛 那我告訴各位齁 遇到這些沒有關係 我們彎下腰 就是為了以後 我們可以抬頭的機會 各位懂嗎 我們彎下腰 他不管怎麼樣 親家長啦 跟你說笑的啦 怎麼樣 沒有關係嘛 給他去講嘛 孝白沒落屁的 孝白沒落屁的孤 他就不理你了 對啊 不理你我們再想去錯亂他嘛 你可以跟他講 你怎麼知道40萬 阿伯你一款換40萬 他就不會想到這一些啦 對啊 那就是齁 我跟你講 人就會有這樣 有先知先覺後知後覺 跟不知不覺 正常嘛 先知先覺各位坐在這裡 成為革命的先行者 後知後覺呢 他們至少會跟著你 聽你的話辦身分證 不知不覺呢 你連理都不用理他 我們只要41萬份 你懂我意思嗎 那是他沒有那個服氣 連聽都聽不進去 所以你就知道 他的注意力有多固濁了 你懂我意思嗎 他把自己都空起來 那個齁 有的時候 要在搖他的桌腳 你就是盡量去刺激他 你刺激他 有時候請將不如激將 你可以去激他 你可以問他很多的問題 都是用這樣的問題 如果 如果 這樣身分證 你可以問他 如果 你今天要辦身分證 從1分到10分 10分是你很想辦 1分 你一點都不想辦 你會選幾分 一般人 3分5分 他不會選1分 還是選10分 他會說3分5分 接下來你要怎麼問 這個都是一直在告訴各位錯亂的注意力 接下來你不是問他說 你為什麼不選 比如說他選3分 你為什麼 你不是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不選5分 為什麼不選7分 不是 欸 你選3分 表示說 我現在自己 不然跟你說你有3分 我可以去辦 你為什麼不是 選2分 還是選1分 你反過來 給他逆向思考 你怎麼要選3分 還是選5分 你怎麼要選4分 2分 1分 你為什麼不選那個 分數更低的 你乾脆去選0分嘛 對不對 你幹嘛要選個3分 5分的 你為什麼不選更低的分數 這些 都只是讓我們跟他有更多的互動 我們就是要讓更多人知道 台灣民政 讓全台灣人都知道 就像現在車牌出去啊 我們車牌這樣子 你最有聽到嗎 對不對 車牌人家被警察那個 直接扣起來了 這些都沒關係啊 我們可能會找方法去開記者 會找方法去告那個警察 就是要一直增加曝光率 增加知名度 我們就是引起注意力 現在中華民國都封鎖我們的消息 他不讓我們 這個一直曝光 但是我們現在車牌在全台灣跑 不曝光也很難 難道每一個人都會覺得那是 大使館的車牌嗎 怎麼台灣突然出現了一千位大使 因為剛才阿波人在看我的車 他在看說 你這個又拌兩支米國旗 真的很像大使館的車子 對啊 我有在考慮就把它裝美兩支美國國旗這樣 這樣在那個樓上 搞不好那個 比較不錯的看得到好像淨裡 所以齁 我一直在跟各位提這些 我們以後 我們要開始改變我們的注意力 去注意到一些 我們以前可能沒有注意到的細節 因為有很多方式 我剛剛提到的這些 我在教各位的那個 都是有一本書 我為什麼會提原神出版社 原神出版社很多這樣的好書 一個公司 可以讓完工一禮拜三天半 出了三天半的效果 每一本出來 每一本出來都是暢銷書 他一定有他可以值得學習的地方 所以原神出版社的書 基本上我都會一直去看 而且一直會去推薦 他裡面就說 解決問題的 解決問題提問的六個方法 我忘了那個書名叫什麼 但是我前幾期的那個 前幾期的那個演講裡面有提到 各位可以回去看 我們再回到這裡來 你都沒有辦法去了解 生產牛肉要花掉這麼多的這些能源 你也沒有辦法了解 蔬食者即使開漢馬運動修理車 也比肉食者騎腳踏車還要環保 這是芝加哥大學 他們去計算出來的 蔬食者 很健康的素性 像我就是這樣 我是整個地上長出來我都有吃 蔬食者即使開漢馬運動修理車 也比肉食者騎腳踏車還要環保 排放量 排碳量更少 來下一張 一個人齁 一年如果用汽油用1500公升 什麼叫1500公升 你一湯油差不多50粒 你一年如果加油34 一個月大概加油2.5次 你一個月差不多用掉2.5次嘛 對不對 差不多嘛 全世界的石油 現存的 你可以用13年 如果你每年用800公升 少一半 可以用260年 很好玩喔 來下一頁 這跟各位提到糧食短缺 這個糧食短缺 真的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因為全台灣 全地球的糧食都 都應該可以供給71人口 但是他完全沒有辦法 去供給這麼多人 為什麼 你看齁 全世界的股類 它的用途 有67% 用在畜牧業上面 全美國生產股類的用途 有30% 用在畜牧業上面 也就是說 美國 它自己整個國家 用那個畜牧業的那個股類 它其他還是都要仰賴進口 所以你看全世界有超過67% 也就是說你種出來1000公斤的稻骨 有670公斤 有670公斤 不是給我們人吃的 是給動物吃的 然後我們再去吃動物 下一頁 我昨天有跟各位講過啊 有嗎 我昨天有講嗎 還是我跟那個 跟你講而已 我昨天有跟你講而已 每天 聯合國統計 每天有24000個孩童 餓死 每一天喔 因為大家都去做畜牧業 有10億人口 飢餓 營養不良 這是世界展望會的資料 那全球的穀物這麼多 可以供給全世界人類 然後我們每天都有人餓死 超過24000個小朋友 下一個 然後很諷刺的 全球營養過剩的人口 超過16億 肥胖症的人口 有4億 吃太多的啦 都是因為 all you can all you can eat 叫什麼 buffet 來 下一頁 這都是 比較久之前的資料 因為他們算資料大概 推算4、5年前 所以最近可能又一直在增加 你看 營養過剩16億人 這些人少吃一點 10億人口 肌餓營養不良 我再講個笑話給各位聽 有一個 有一個人他把自己看得很重 他就想說 小朋友啦 大概國小六年級他覺得 他如果沒有吃飯 家人一定會注意到他 可是他沒有注意到說 他是在一個大家庭 他們整個月子 十幾個人 他有一天就故意 躲到衣櫃裡面 看看人家會不會叫他出來吃飯 結果呢 1點半了大家都吃飽了 竟然沒有人發現他沒有吃飯 所以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 然後他這樣子沒有吃飯 在那個大家族裡面大家都這樣 其實你每個人少吃一口飯 以前我們常常在講 以前古代的元 古時候的我們 台灣也是吃魚肚啊 如果一個人少吃一口 可能就養活一個小朋友 其實有的時候吃飯 為什麼我常常在講 吃飯7分飽8分飽 那是很健康的 真的你吃得太飽 對身體真的一點都沒有好處 下一個 這是香港的素食協會統計出來的資料 他們算出來什麼 蔬食者耗費肉食者的5%的資源 所以餵養20位蔬食者的食物 只能養一位肉食者 他們整個消耗的 也就是說 你如果 開始採取蔬食 你就可以救活20個 如果大家都有這樣的概念 我剛剛在講 一天三個人跟大家宣傳 台灣民政府就是一樣 你如果 一天吃素 一個禮拜一天就好了 你就可以讓20個小朋友 他們可能有機會 不要餓死 因為他們可以養 你可以養活他們 你少吃的東西可以去養活他們 下一個 我們真的很缺糧嗎 一個糧田一英姆 可以生產 芹菜的話可以是牛肉的240倍 馬鈴薯是牛肉的160倍 所以這些他的都可以增加 你看牛肉 一母糧田 供給牛肉 供給牛去吃的 你看 大概一隻牛 可以 你吃一隻牛 如果改吃素食 不要養那頭牛 可以再讓250個人 可以去吃這些素食 這些都是很精確的統計 再下一個 1公斤牛肉 要消耗16公斤的穀物 消耗2萬公升的水 產生在34.6公斤的二氧化碳 侵蝕35公斤的地球的表皮層 產生40公斤的排泄物 砍發220英尺的雨林 然後牛的屁含有100多種污染氣體 很難想像喔 1公斤的牛肉 所以 你本來啦 我一直在呼籲各位 不用像我這樣子 從早到晚這樣 但是各位如果 可以 想到的時候 看到這些數據 想到連老師曾經講過 1公斤牛肉可以 這個這麼多的能源的消耗 就少一點 就少吃一點 像我弟弟來上課 中午跟他吃飯的時候 他說聽完我演講 馬上有改變 他說我就自動的 本來要夾5塊肉 我就夾個2塊 少吃一點 然後對自己會比較好一點 身體會少一點負擔 下一個 我們再來看海洋 海洋對我們很重要 你不要以為海洋一點不重要 海洋那個冰洋如果一直融化 我們再來看海洋 海洋現在受到這個 我們人類跟動物 最殘酷的破壞 因為他們的糞便排到海裡面 獨棗重生 耗盡氧氣 海洋沒有辦法生長 然後呢 珊瑚也都沒有辦法成長 所以呢 現在很多的死亡海域 聯合國農糧組織 全球消耗的魚類貝類 有一半用在養殖魚業 給魚吃 然後我們再吃魚 野生魚類瀕臨絕種 這是科學院的期刊 要用掉五磅野生的魚 才能養出一磅的鮭魚 這是史丹佛大學武資環境研究所 再下一頁 這是工業化的漁業 太厲害了 他們非常厲害 現在捕撈幾乎是無所不用提及 而且一直往深海 往深海去捕撈 以前人沒有辦法捕撈到深海 過度捕撈 所以90%的大型魚類不見了 全球捕撈的漁獲量 三分之一 到一半是用於餵食 牲畜 豬 雞 那是寫得比較好 甚至牛羊 他們都會去吃 再下一個 魚一定會被我們吃完 因為岩繩 岩繩釣魚線的總長 可以繞地球550圈 全球最大的拖網開口 能夠裝得下 13部747的飛機 這麼大的這個魚 那個船去捕魚 你說哪些魚捕不到 全部少 全少 所以 中央社說 2048年 我們吃不到魚了 因為海裡面沒有魚了 都被我們抓光了 都被我們抓光了 下一頁 聯合國跨氣候變遷小組 他的主席帕州里講 不要吃肉 騎單車少消費 可以協助全球遏止 全球暖化 早先IPCC沒有不敢表達 現在公諸於是的概念 以前不敢講 因為 美國的畜牧業太強了 他花了太多錢 給美國的那些政治人物 所以呢 大家都說喝牛奶很好 我告訴各位 喝牛奶一點都不好 我可以在這裡很公開的 我不怕 因為台灣民政府就是要講真話 對不對 以前的乳牛啊 我們喝牛奶最主要是 牛生的小寶寶 然後呢 小寶寶喝剩下的 我們再來喝他 這很天然很健康 可是現在他們一直強迫牛懷孕 牛生的小寶寶 然後就把他攪碎 變成飼料再回來餵那隻 所以牛會吃自己的小孩 把攪碎以後再回來當飼料餵他 然後牛就開始擠他的奶 因為一直強迫他的奶 一天到晚都發炎的狀態 所以要用不斷的高溫殺菌 然後一直強迫他擠奶 本來可以活14、15年的乳牛 大概平均壽命都不到3年 死了要誤盡其用 再把他攪碎 又變成混 又變成粉 做飼料 所以現在為了要供應 大家這樣子吃肉 吃蛋 所以為什麼台灣現在在講說 我們的健康也要開始均衡的骨類營養 而且從基因改造以後 人類變得更可怕 因為不斷的任何動物都可以 任何植物都可以基因改造 所以為什麼現在常常在講 organic organic 我們民政府也在講 我們執政之後 我們第一個就推行有機農業 我們會給他更多的補助 讓我們國人 你知道一顆有機蘋果 他抵得上超過15顆的 撒了農藥的蘋果 有機蘋果 你放了兩年 他不會爛 他變蘋果乾 那你如果撒了農藥的蘋果 一個禮拜就黑掉臭掉了 來 下一頁 這是美國副總統高爾 我們知道他有去聽巴西領域的演講 他說 我已經大量減少肉食 全世界肉食增加 造成全球危機的主因 不過不只是二氧化碳 包括肉生產過程所消耗的大量水資源 對健康的不良影響 在飲食中 以蔬果取代肉食是負責任的行為 我們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所以我們會提供正確的資訊給各位 以蔬果取代肉食是負責任的行為 不是要各位說 一定要怎麼樣 有些人沒有宗教信仰 他會覺得基督教說可以吃魚 他們會有這樣 不是要各位 只是讓各位知道說 地球真的生病了 地球一直在暖化 需要各位少吃一點 你只要記住少吃一點 很多用其他 要健康 不喜歡吃的東西多吃一點 喜歡吃的東西少吃一點 你會越來越健康 尤其是年紀過了30歲以後 你開始對食物會有一些偏見跟定性 就喜歡吃這個不喜歡吃那個 那你的營養沒有辦法均衡 所以你知道嗎 其實我的小朋友都吃素 他們的營養都很均衡 因為素食的他會更注意 小朋友需要維他命B12 他們會蒐集更多的資訊 需要維他命B12 到底從哪裡可以攝取 不會偏食 就會去找那個紅毛台 找一些海中的植物 他們有豐富的維生素B12 可以讓小朋友腦袋刺激成長 像這些都是因為你的訊息越來越多 反而會更注重均衡的營養 下一頁 克林頓總統 他講的不可思議的飲食 救命飲食 來下一頁 這是聯合國在呼籲全世界 希望全球可以邁向無肉無奶的飲食 下一頁 再把它放出來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永續資源管理跨國專家發表報告 你非常喜歡吃大量肉類 非常喜歡喝大量奶類的 像現在都已經吸化的飲食 是無法讓地球永續生存的飲食習慣 為了拯救地球 免於飢餓及氣候變遷所帶來嚴重的影響 希望全球可以改採蔬食 無肉無蛋無奶 因為現在都被扭曲了 如果你回到天然的狀況 你自己開個牧場 自己養牛養羊 生小baby 喝剩下的奶你去喝 我們不會反對 但是不要用過度的工業化的農業 用過度工業化的農業 就會一直在殘害地球 如果各位是一個負責任的高級官員 你就會想到 你要為你的下一代著想 像那12歲的小女生 我們真的有說到做到嗎 我們真的有在為我們的下一代著想嗎 你知道如果再這樣繼續濫用水資源 地球可能整個都沒有水 現在有很多影片在拍 拍那個地球整個沒有水的狀況 為了搶水 水比石油比黃金還貴 真的啊 我看過很多這樣的投影片 他們在製造全地球 你想想看 全地球沒有水 沒有淡水可以用 你會怎麼辦 你挖到地底下 打緊打得很深 都沒有水了 怎麼辦 那種惡性循環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下一頁 世界保護基金會 他有提到 慢性疾病你要預防跟逆轉 改善公眾的健康 大幅降低醫療費用 用植物性飲食 早在2500年前 2500年前 就已經講過有兩個論戰 結果最後是人們的短視盡力 蓋住那個觀念 2500年前 有一個叫做 預防性的醫療 預防性的 一個叫做 這個 醫療性的 去 執行醫療的任務 也就是說 2500年前 有一群人講說 我們要避免 不要生病 但是有另外一群的醫生說 沒有關係 有病再來醫病就好了 頭痛一筒 腳痛一腳 結果頭痛一筒 腳痛一腳的贏了 為什麼 因為人都是這樣子 他只看到他眼前看到的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 古代那個扁雀 人家說你是神醫神醫 他說我沒有很厲害 我的哥哥 我的爸爸 比我更厲害 然後 為什麼 扁雀很厲害 他早期在以前就會開刀了 他說我哥哥 看 就知道這個人即將要生什麼病 看喔 望聞問切 看就知道你即將要生什麼病 然後我爸爸更厲害 我爸爸 他 致力於 他創造一個有機的一個農莊 他致力於讓人不生病 所以哪一個比較厲害 人家只看到扁雀 他會開刀很厲害 都不知道說扁雀的爸爸 他讓人不生病更厲害 你要選擇 你要選擇一個會 幫你開刀的醫生 還是一個會 一個會 一個會不讓你生病的醫生 同樣都是醫生 你自己選嘛 一個醫生 他想盡辦法不讓你生病 另外醫生是 好 沒關係你生病了 我就幫你割掉 你要哪一個 大家都知道啊 我們都知道要選擇一個 不讓你生病的醫生啊 對不對 知道但是做不到耶 所以我們會很盡責的告訴你 已經 很多的元凶都會告訴你 這是科學研究出來的 肉食 會增加很多的醫療費用 尤其是大量的肉食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你愛吃肉 他就做更多肉給你吃 然後你 他做的肉的速度來不及 他就要給他加工 什麼叫加工 四個月要長大的雞 二十一天就給你吃了 然後你吃下去 不行 無形當中把他吃的藥 也都一起吃下去了 吃下去以後呢 你就要去看醫生 就這樣二線循環 所以現在告訴你 多買有機的蔬菜 有機的蔬果 它的營養你就夠了 反而你會減少生病 告訴你 我們都知道 我們以後都要一起記住 不會讓你生病的醫生 那才是好醫生 那才是醫術高明的醫生 不會讓你生病的醫生 不是會幫你開到的醫生 就是好醫生 家庭要選擇植物性的飲食 它還有豐富的各種蔬菜跟水果 豆類或甲果 和最少量的加工澱粉類 這是聯合國農量組織 最後告訴各位的 訓練小朋友 小朋友都是可以訓練的 你如果剛開始用那個炸雞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小朋友 從一出生開始吃炸雞 吃到六歲 就已經來月經了 然後那天都長出來了 很可怕 因為雞裡面都是生長激素 下一頁 那我們看日常生活 活動的 耗碳量 你在活動裡面會消耗多少碳 碳會排放 會讓整個地球暖化 你騎機車一公里 會消耗0.062公斤的碳 開車一公里 消耗0.25公斤的碳 搭一層電梯 消耗0.1218公斤的碳 所以為什麼說 早晚我們走一下樓梯 今天早上 有走樓梯的舉一下手 我看一下 然後大家都有記得 然後明天還會繼續走樓梯的 要記得 再來 開冷氣一個小時 0.621公斤的碳 一度水 會消耗0.194公斤的碳 一度電 0.638公斤 100公克的肉 會消耗3.64公斤的碳 100公克的蔬菜 消耗-0.04公斤的碳 為什麼 因為它會製造光河作用 一份牛排肉會消耗16.5公斤的碳 代表一棵樹 那個樹就是代表一棵樹 要耗費一天的時間 才能將二氧化碳吸收完畢 你吃一份牛排肉 要503棵樹 503棵樹 花一天的時間 把你吃掉的這個肉的碳排放吸收掉 所以為什麼要呼籲各位 我們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就要告訴各位事實的現況 再下一頁 台灣每年每人平均吃掉77公斤的肉 比中國 日本 韓國 都高耶 所以台灣人很喜歡吃肉 因為台灣的那個 豬的養殖業 你看那個 我們說要開放豬進口 大家多抗議啊 那豬那個循環 這個整個消費鏈的循環做得多好 我有一次就是比較晚回家 然後半夜都看到什麼一台一台的車 然後一注意看 都是一半一半的豬 掛在車子裡面這樣 一台車大概有 大概有十隻這樣兩排這樣 掛得很漂亮這樣 你沒有注意看 哎呦 半夜原來豬都是半夜在活動耶 天亮你就看不到 都是半夜在運輸 運輸到各個市場 雞肉價跌 雞農改向國人少吃肉 所以就告訴大家說 要多吃肉 多吃肉身體健康 不是每個人都告訴你要多吃肉 少吃一點啦 下一頁 台灣的另類第一 這是三商美邦人受引述美國二氧化蛋資訊分析中心研究 台灣人每天平均太排放高居亞洲第一 碳密度是世界第一 台灣民眾對碳足跡的認知跟行為 調查指出 台灣人每天每人的碳足跡是19.6公斤 幾乎是聯合國建議值的四倍 因為你們都不知道什麼叫碳足跡嘛 台灣約有80%的民眾認為自己是最環保的人 但是有82%的民眾不知道什麼叫碳足跡 其中因為吃肉29% 吹冷氣17.3% 跟開車8.7% 是最大的碳排放源 什麼叫碳足跡 各位可以去上網Google一下 下一頁 飲食的排放二氧化碳生產1公斤牛肉 製造36.4公斤的碳排放 肉食者一年生產 因為飲食生產1500公斤的碳排放 素食者一年產生430公斤 一人一天不吃後可以減少7公斤的碳排放 如果全台灣民眾一天不吃後可以減少1億6100萬公斤的碳排放 一天就好了 地球就因為你 可以多存活 下一頁 我們真的要練習開始要聚量減碳 這樣才真的抗暖化對我們的地球才真正有幫助 我們才可以永續 你放出來 再來 我常常聽到有人說 他一天沒有肉不行 我們在座有沒有人一天沒有菜不行 很好 歐洲國家聯盟它裡面正式提到 他們公開承認畜牧業是暖化的主因 主要原因而且對環境有害正式通過減少畜牧業的補助 將近20個歐盟國家已經減少對畜牧業的補助 開始補助有機農業 這很重要 你補助錯的你的政策錯的你的整個接下來的循環 就是惡性循環就會錯的 荷蘭民間團體 保護動物黨 積極推廣蔬食愛護動物 蔬食減碳運動 製作面對肉類的真相紀錄片 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 歐洲是很喜歡吃肉的 連歐洲都在改變 整個歐洲都在改變 包括德國 比利時 瑞典 美國也成立週一無肉日協會 每週一贈送無肉菜單給網友 獲得多個醫學學院的學理的支持 你上網如果打週一無肉日 你就會看到那樣的平台 你就會看到很多的無肉菜單 而且吃起來一點都不輸給昏食 下一頁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把這個跳過來 台灣的教育部 鼓勵國中小學 每週一天無肉日 達到減碳健康的雙重目標 有桃園縣 台北市 基隆市 新竹縣 新竹市 這麼多的 都加入了無肉日的行列 這麼多的 不知道你的小朋友 你知不知道 他們禮拜一都不吃肉 好 來 下一個 這個連結不起來 下一個 這次都是很多的科學家去研究出來 甚至醫生他們研究出來 健康的關鍵在飲食 飲食的關鍵在蔬食 人每天都要吃 要吃喝拉撒睡 什麼叫蔬食 來 各位告訴 正確的蔬食 是一種不造成動物的痛苦 不吃他們的肉 蛋 奶 以及海鮮 以植物為食物的愛心飲食 在日本也有一本書叫好水會說話 好水會說話 你要喝水 你要跟水說話 你跟水說話 水會變成好的水 你如果罵水 水會變成不好的水 讓你喝下去一點能量都沒有 加拿大營養師協會裡面有講到 蔬食是健康 營養充足 可以預防某些疾病 德國的學術中心營養生理部也講 植物性蛋白比動物性蛋白品質好 好很多 蔬食的營養夠不夠 絕對夠啦 下一個 鹿魚醬最大的動物是大象對不對 對不對 應該是嗎 沒有陷阱 鹿魚醬最大的動物是大象 來 下一個 大象吃什麼 吃草 它是植物性蛋白可以長這麼大 大象不吃肉的啦 他們都吃植物性蛋白可以長這麼大 告訴各位說 吃植物性蛋白長不大嗎 一樣會長大 下一個 你看食物性 食物裡面的蛋白 這個食物裡面所含的蛋白質的比率 100公克到底有多少 這樣你就可以看到 平均的蛋白質比率 你會看到黑豆啦 開心果啦 豆漿粉啦 都遠遠超過牛奶 牛肉 雞肉 豬肉 你看到這些都是營養學家算出來的 這是衛生署的食品衛生署做出來的 所以你會發覺你看 他們的蛋白質有這麼高耶 你每天需要的蛋白質好多喔 在裡面都有耶 一定要記得多吃豆類 不管怎麼樣均衡的豆類大量的吃 你需要的投影片都可以去後面call啦 可以跟那個台生call 都可以給各位 健康飲食 顴骨類 豆類 蔬菜 水果類 這是美國責任醫藥內科醫生委員會 他們的建議 他們的健康飲食裡面 肉類跟乳製品已經從建議的名單裡面消失了 這花了我們多少心血 讓他們去願意面對真相 不再說 你知道 真相最後各位都可以獲得 來到這裡得到真相 你看那個美國的那些畜牧業 一直送紅包送到現在 他們還是決定講真話 所以他們的責任醫藥內科醫生委員會 已經把肉類跟乳製品 從建議名單裡面去除掉 他不是健康飲食 顴骨類 豆類 蔬菜跟水果 我就是吃這樣的啊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嗎 可以猜得出來我幾歲嗎 我快五十了耶 看不太出來齁 對啊 我太太在後面 她已經五十幾了也看不出來 她大我一點點 但她也看不出來她已經五十幾了 真的 下一個 下一頁 你看齁 我們常常在講齁 像那個肉食啊齁 像動物性的食品 五百克含到蛋白質多少啊 脂肪多少 膽固醇多少 然後你會覺得齁 好像植物性齁 沒有少太多 也沒有多太多 可是你想想看齁 光那個肉食 動物性的食品齁 你看蛋白質是一樣的 但是脂肪它多了九倍 膽固醇呢 植物裡面沒有 動物性食品有34個percent 膽固醇會造成什麼影響 膽固醇 膽固醇過都會造成什麼影響 很多心血管的疾病啊 高血壓啊 什麼這些都會造成影響 然後我們需要的 我們人體每天需要的膳食纖維 動物的食品裡面沒有 零 你需要的鮮 鎂 鈣 維他命 都遠遠超過動物性的食品 這是等份量的番茄 菠菜 青豆 豌豆 你可以參考救命飲食這本書 下一頁 鐵的含量呢 我們再來看鐵的含量 我們人體裡面非常需要鐵 結果牛肉條2.8 100公克裡面2.8 豬排1.2 紫菜有90.4 所以紫菜真的要多吃 黃地豆 紅豆 黑豆粉 黃豆 紅餡菜 梅乾菜 紅鳳菜 花生 黑芝麻 蓮子 都非常的高 鈣含量黑芝麻有1456 所以為什麼要吃黑芝麻 所以多吃這些 鄉村也是一樣 來下一頁 柳澤文正博士 研究超過100名癌症患者 百分之百都是呈現酸性體質 酸性體質 各位知道嗎 你喝咖啡 如果加糖加奶精 它就變酸了 如果你喝黑咖啡 它是鹼性的 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會發覺 檸檬汁你加糖就變酸性的 你喝檸檬原汁它是鹼性的 檸檬汁很酸的 酸得這樣 你想到你就很酸 結果它是鹼性的 很好玩 癌症的體質 癌細胞喜歡在酸性的體質裡面成長 請問一下各位 肉類是酸性還是鹼性 通通是酸性的 沒有鹼性的 下一個 我講真的 我還沒有吃素之前 我昨天晚上還可以跟童心講 我無肉不歡 我三餐一定要有肉 真的 我現在可以這樣子 我都可以了 而且我以前有高血壓 有糖尿病 現在都沒了 真的 我吃植物性的蔬食之後 現在都沒了 你看 動物的酸鹼度 我們來看動物性的 強酸 蛋黃 強酸 乳酪 烏魚子 柴魚 這都強酸 中酸 火腿培根雞肉 鮪魚 豬肉 鰻魚 牛肉 奶油 馬肉 弱酸 海鮮 文革 章魚 泥丘 魚 只有一個中鹼性蛋白 可是科學家有研究了 你要吃雞蛋 什麼時候最新鮮你知道嗎 這是科學家研究 雞蛋最新鮮就是它下蛋那10秒鐘 你要在雞旁邊 你要在雞旁邊 它一下蛋馬上把它吃掉 那最營養 所以你要等在雞的旁邊 它只要一下蛋到地上超過10秒鐘 它的營養就不見了 那你看到強酸 白糖做的 植物性白糖做的吸點柿子 油鹽 味素 中酸吐司麵包小麥 這裡面都有加糖 弱酸 麵條 粉苔 海苔 白米 落花生 油豆腐 我們再來看鹼性的 裡面你看到植物性的鹼性 紅豆蘿蔔蘋果 你看到幾乎全部都是鹼性的 海帶綠藻這些的 所以你會發覺 如果你注重植物性的飲食 全植物性的 你的身體每天需要的微量元素 通通都夠 下一頁 這是台大醫院院長寫的 台大醫院院長強力推薦的 救命飲食 肉食就是化學藥劑加農藥加荷爾蒙加抗生素 肉食會致命 疾病 疾病的致命 直腸癌 心血管疾病 乳癌 糖尿病高血壓 腸癌症病 都會好 都不用再吃藥 因為我開始吃全植物性的飲食 多健康啊 來下一頁 牛奶 如果喝牛奶可以補充鈣質 為什麼美國 英國 瑞典 芬蘭這些全世界消耗牛奶最多的國家 卻是全世界股質素通胜最嚴重的國家 因為現在的牛奶 現在的牛奶 有化學藥劑 感染源 有荷爾蒙 有抗生素 這是牛奶的謊言與內幕 這本書裡面提到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你不會去養一頭牛 林鳳瑩不是常常在講 要喝牛奶何必養一頭牛 真的就是要養一頭牛 而且養一頭牛自己要養 你不要交代給別人養 他一天到晚把你打抗生素啊 你要自己養 然後最好讓他懷孕 再生一隻乳牛出來 那那個牛奶就有新鮮了 因為他不會讓自己的乳牛 他不會讓自己的小baby 喝有毒的奶嘛 對不對 都會孕育出最好喝的牛奶 可是呢 你就要想 你要心裡面有想 我要多養一頭小牛 小牛長大喝菜 所以乾脆 你就從植物性代碼裡面去攝取就好了 幹嘛一定要喝牛奶 下一頁 牛奶攝取量跟骨折的關係 他已經算出來了 牛奶攝取量越多 美國紐西蘭瑞典 他骨折的 那個 機率越高 不同國家的 寬部骨折跟鈣攝取量之間的關聯 所以 牛奶喝越多 卻越容易骨折 怎麼會這樣 顛覆你的一些觀念 就像你去跟大家講台灣民政府一樣嘛 你就是要顛覆他的觀念嘛 他完全沒聽過嘛 你這些資訊可不可以跟他連結到 你一定要學會 這些都可以連結到台灣民政府 你可以跟他再講這些 他會聽到你在講營養的訊息 但是他不知道跟台灣民政府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啊 就像你不喝牛奶一樣啊 你不要再去喝中華民國的奶嘛 不是嗎 中華民國就一直騙你嘛 好 再下一頁 蔬食會不會吃到過多農藥 會啦 但是 他們 有去 每次那個 每次那個 欸 農 那個什麼 農 農委會什麼 他們都會去檢查嘛 檢查蔬食嘛 他們都會檢查米裡面的稻穀含量什麼 那些農藥什麼 他們都會去檢查一定的含量 那你會發覺 會 餐餘量 小於10% 還是會有 但是 你知道 肉類食品裡面的餐餘量是多少嗎 55% 欸 他們卻不檢查 檢查 植物檢查這麼嚴格 肉類卻不怎麼檢查 一頭生畜 一身體內累積的農藥 人們一兩餐就把它們吃下 所以累積在你的體內 農藥 DDT是脂溶性 一旦進入動物或人體 便儲存在細胞之內 無法排出 無法排出 直接食用食物鏈底端的植物 你可以選擇 無化肥跟無農藥的有機蔬食 你就不會吃到農藥 你知道嗎 我們以前他在講說 那個古代的戲不都在講 你要跟人家討喜 不是每天加一點點披霜 每天加一點點披霜 對不對 久了以後他就死了 不知不覺 看不到 你有沒有發覺各位現在每天也在吃披霜 有沒有 你吃的一塊肉 每天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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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正在慢慢的讀你自己 很難想像 不是別人跟你下讀喔 是你自己在讀你自己 我沒有跟各位微言聳聽 你以為我在講笑話 我講真的 你自己在讀你自己 你都不知道 這是真的啊 所以我每次去演講 到每一個週去演講 然後他們就會去找 請我吃什麼 我說你們有沒有那個 自己種的有機的蔬果 有啊 他們到處都有 我覺得去演講最大好處 到處都有那個 大家自己種的 現在大家都有那個議事台 我們的童星真的很棒 自己的屋頂啊 自己的有機的 然後都完全無農藥 我說這個給我最好 你就請我吃這個就好 幹事長 我們到那個 那邊沒有那個素食可以吃 沒關係 你們家有沒有 有沒有白飯 有 有沒有那個有機的蔬菜 有 很簡單洗一洗給我就好 我這樣營養就夠了 所以他們知道 招待我很簡單 到每一個地方演講 就是找 哪一個童星家裡面 有種有機的蔬菜 這樣洗一洗的 又不用擔心有農藥 直接連皮都可以吃下去 這樣不是很簡單嗎 這樣比那邊 一天到晚說 誒 幹事長你到我們花蓮來 我打飛鼠給你吃 多辛苦啊 他要半夜跑去找飛鼠 來 下一頁 好 把它跳出來 這是英國的那個癌症基金委裡面提到的 你吃植物可以降低血壓 降低膽固醇 可以預防重瘡 可以改善動脈硬化 可以減少二型糖尿病的風險 降低50%的心臟病風險 降低80%的心臟病手術的風險 預防多種癌症強化免疫系統 增加平均壽命高達15年 提高智商誒 他可以提高智商誒 誒 竟然吃後會變笨誒 你知道吃後會變笨嗎 不知道耶 很多人都說吃肉吃魚會變聰明 科學家已經算出來 你多吃蔬菜你才會真正變聰明 嘿 下一頁 你蔬食者用高營養價值的植物性蛋白替代肉 其他的營養攝取 骨類 水果 蔬菜 堅果 蔬果等等 通通相同 調味料跟煮法也不需改變 所以營養完整 口味不變 其實你在吃 你如果吃 這些肉類 你在吃它的口感 也不是都在吃調味料嗎 不是嗎 通通也都是調味料 如果不調味你能吃嗎 可是蔬菜水果不用調味也可以吃耶 調味了以後更好吃耶 所以你既然這麼愛吃調味料 你喜歡吃咖哩 為什麼吃那些調味料 快吃飯喔 越講肚子越餓 你既然那麼喜歡吃調味料 那就算是一個花椰菜 只要調味的跟昏的一樣 那味道口感不是一樣嗎 不要拗齁 有些人會告訴我說不一樣 絕對不一樣耶 那是你主觀的認定 其實你只要心裡面 從你心裡面去想 沒有關係我現在在吃雞 吃魚吃鴨吃肉 他就告訴你 他是粉紅色的 你在吃他 所以不用擔心 他只是調味料而已 調味料只要會做味道都一樣 下一頁 我們來看看 到底誰在吃素 這些人都很愛惜自己的生命 大象 馬 牛 我講的是野生的 我講的不是人工飼養 再下一頁 這些人都吃素耶 認識嗎 布萊德比特認識吧 他們都吃素啊 他們都公開宣布啊 我是素食者啊 我是蔬食者 I'm vegetarian Be vegan Go green Save the planet 他們都吃素 下一頁 蝙蝠俠也吃素 他們也都吃素 李連傑 你看到這些人 像那個 左邊左下角那個 大家都認識嘛 陳伯鎮 他也吃素 還有那個左上角 得到金融獎營地 金馬獎營 欸 他叫什麼 他經常在面試都會看到 他也很差 下一頁 欸 他們也吃素 他們都在國際上承認 我吃素 再下一個 所以吃素的女生說 你會說他不漂亮嗎 一個比一個漂亮 下一個 這些 這些 你會看到 早期 亞里斯多德 達文西 你看到 老子 莊子 孔子 聖方濟 Krishina 他們全部都吃素 馬克土溫 Solo 他們全部都吃素 他們在書裡面都有寫 自己都有寫 來下一頁 你會看到科學家 他們了解 他們自己很了解 所以這樣這些科學家也都吃素 下一頁 我們不是講說 我們上次講說 我們要效法這些古今中華的名人 你就越接近成功 他們都吃素 因為太多了 沒有辦法講給各位聽 各位可以去call這個 然後自己去看 下一頁 希望你是下一個 他們也都吃素 那個位置是準備放你的照片 台灣民政府的名人 來下一頁 這個 一定要了解我們的環境 要尊重生命 我們的地球永續發展 我們台灣民政府才會永續發展 有地球才有台灣民政府 那你 那個 台生你跳到前面那個 另外一個投影片 那兩個的另外一個 各位在忍耐一下下 剩十幾分鐘 你們就可以吃晚餐了 各位在忍耐一下下 我剛剛在講的就是這個 有一個駱駝辛辛苦苦穿過了沙漠 一隻蒼蠅趴在駱駝背上 一點力氣也不花 也過來了 蒼蠅笑他說 駱駝 謝謝你 這麼辛苦把我逃過沙漠 再見 駱駝看了一眼蒼蠅說 你在我身上的時候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走了 你也不用跟我打招呼 你根本就沒有什麼重量 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 你以為 你是誰 我剛剛在講 我們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 但是從我們自己身上做起 來下一個 往下拉 蕭柏娜有一天顯得無視 他跟一個認識的 這是一個文學家 他跟一個不認識的小女生 玩耍談天 黃昏來了 蕭柏娜跟女生說 你回去告訴你媽媽 蕭柏娜先生跟你玩了一個下午 沒想到小女孩子馬上回敬一句 你回去告訴你媽媽 你跟瑪莉跟你玩了一個下午 後來蕭柏娜對別人講說 人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 表演藝術家若英 他講過一個故事 往下 英若 他 生長在一個大家庭 每次吃飯都幾十個人 坐在大餐廳裡面吃 有一天他突發起想 決定跟大家開個玩笑 吃飯前 把自己藏在飯廳裡面 一個不注意的櫃子裡面 想等到大家聘巡不早再跳出來 尷尬的是 大家都沒有注意到他的缺席 酒足飯堡大家都走了 他這樣生生走出來 吃了一些殘湯聖菜 那以後他會告訴自己 永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 否則會大失所望 蘇東坡 他年輕的時候是一個人 傲氣十足的人 他在田間小路裡面行走 跟一個村姑狹路相逢 村姑跳一旦泥 兩個人互不相讓 村姑提出一個上連 蘇東坡能夠對到下連 他就甘心上路 他的上連是 一單種你擋子鹿 子鹿是孔子的學生喔 蘇東坡一聽 這個上連 哇不得了 想不出下連 兩邊在水田裡面 插陽的農夫大校 情急之下 蘇東坡大聲回應 兩旁夫子笑言回 然後蘇東坡脫下邪襪 為村姑讓路 事實上一個人的輕與重貴與卷 不是自己能定下標準的 你只要默默的去做 為民政府 我們每一個人一個螺絲釘 我們就要認真去做 整個民政府就會很快的執政 下一個 往下拉 北京大學開學 有一個新生攔住了一個 看門的大爺 你幫我顧一下箱子 你第二天才 他才發現 這個看門的大爺 是北京大學的副校長 學者紀憲林 這位學貫中心的學者 他能夠這麼看清自己 所以他才會成為 當代學人的榜樣 還有嗎 下面還有嗎 沒有了齁 所以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 是一種修養 一種風度 一種高尚的境界 一種達官的處事姿態 是心態上一種成熟 是心意上一種淡薄 用這種心態做人 可以讓自己更健康 我要講的這個 就是讓各位知道說 其實 來到這裡 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但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 不要太在乎你的名位 民主長常常在講 你為了錢 來到台灣民政府 你會為了錢離開 你為了 位置 你想要當什麼 什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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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台灣民政府 你也為了這個位置離開 但是你為了法理 你為了台灣的人民 來到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你不會離開 為什麼 因為台灣民政府 是一條正確的道路 在引領各位 讓各位的生活更好 讓台灣的未來更有希望 真的就在各位的手上 所以今天會上一點比較枯燥 但是要提醒各位 這些都是真實的資訊 你不願意面對的真相 聽得很shock 因為你從小到大 就沒有人這樣教你 就像各位聽到台灣民政府一樣 從來沒人有想到 68年來台灣有出路 台灣真的有出路 一樣 你可以改變你的習慣 你就要開始大量吸收的資訊 到Google上面去尋找 舒適的真相 到底怎麼樣對自己有好處 下一頁 回到那個PowerPoint 來往下 到底我們能夠做什麼 舒適可以抗暖化救地球 舒適可以預防疾病 促進健康 舒適可以保護環境 保護生態 舒適可以拯救動物 尊重生命 我想最後 讓各位知道工業化的序幕 讓動物很痛苦 你如果上網都可以找得到 到底他們怎麼殺的 他們怎麼殺動物的 你看到之後 你會覺得說 真的有guts 我自己殺自己吃 因為他們一點都不人道 真的很虐待動物 你如果養一隻寵物豬 你會去吃牠嗎 不會 對 2011年台灣屠殺了3億2724萬隻雞 3000萬隻鴨 我們有需要吃那麼多 所以每個人都有吃到一隻鴨 857萬頭豬 10萬頭羊 3萬頭牛 這是2011年台灣殺的 這是2011年台灣殺的 來 做什麼善事 可以讓一個人 人家想救人一命 甚至七級輔助 可以讓一個人 一輩子 可以救1700條活生生的生命 做什麼善事 你們都知道 下一頁 來 再下一頁 動物跟我們一樣有靈魂 牠們會感受到痛苦 動物是我們的朋友 牠不是我們的食物 你殺得下去嗎 這麼可愛你殺得下去嗎 我實在很 所以我實在不太喜歡中國道路 你看像有一個省份叫 有一個省份叫廣東 牠們什麼都吃 好可怕 牠們最近流行吃那個什麼 我們那個每天夏天都會叫的那個知了 牠們可以吃六億之知了 好 下一頁 可以去買這本書來看 原水文化 在2012年3月27號出版的和平飲食 你吃怎麼樣的飲食會讓你越來越和平 我們都知道世界上只要不要有戰爭 省下來這些錢 像台灣不要有軍隊 省下來這些錢 可以幫助更多的小朋友 我們都知道 所以我們來看看怎麼樣可以讓我們的飲食更和平 歡迎各位去看 從餐桌上可以開始做起 第一個它是劇量減碳和抗暖化的方法 第二個 你可以選擇你要吃什麼都可以讓你自己選 不論你做什麼選擇 都對動物會有重大的影響 每一個人都可以去改善動物的福祉 動物有智慧有情感 會感覺到痛 如果你願意尊敬生命 希望今天聽完以後真的 不要看超市那些都一個一個都排好了 你要去回想一下它曾經是有生命的 下一個 而且你可以為了愛地球 因為它是你的家 它是你小朋友將來的家 它是你的後代子孫的家 暖化成因 我們不要解決各個問題 製造一個更大的問題 所以你看這可以相對應改善 能源供應 捷徑的能源 森林破壞 種樹護林 畜牧肉食跟健康蔬食 擴張式的生活跟保育式的生活 這裡我就要講到 有一個天才 他在德國出生 在台灣的天才 台灣的天才 大概三歲就開始學習 因為他從小 他可能七歲八歲就念高中 十歲可能就念大學了對不對 台灣的天才 國外的天才很多地方都是天才 但是在德國的天才 他七歲以前 他不能去學習 去上補習班 去讓他成長 德國規定七歲以前的小朋友 他們的憲法規定 七歲以前的小朋友 只能玩 不能去補習班 可是你知道嗎 全世界的諾貝爾獎得主 全世界 有一半 是德國人 也就是說 今年 從以前到現在 假設有一萬個 諾貝爾獎得主 他們有五千個是德國人 為什麼 他們規定他們的學習比我們晚 他們七歲以前都不能學 他們七歲以前只能學什麼 學做家事 幫父母親打掃 整理家裡 他們的憲法規定 七歲以前就是不能學習 只能學習做家事跟人互動 學習怎麼玩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你會看到像這些 他們規定你的父母親 要跟小朋友一起互動 這叫保育式的生活 我們現在不是 我們現在都父母拼命賺錢 小朋友通通送到補習班 那叫擴張式的生活 你賺的越多 花的越多 你賺的越多 你的慾望越強 想要消費的慾望就越強 這就是擴張式的生活 下一頁 這是真正的解決之道 多吃肉 少吃肉 講到 對不起對不起 少吃肉 多吃蔬菜 下一頁 畜牧業副產品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佔全球總排放的51% 剛剛前面都已經講過了 再下一頁 他們 他們羅德爾協會裡面有發掘 有機農耕研究發掘這些土壤管理 可以保留土壤中的碳 增加土壤30%的含碳量 可以減少63%的石化燃量 有機耕種可以覆蓋 可以堆肥輪作 能夠吸收40%的溫室氣體的二氧化碳 所以為什麼現在都一直在推廣 像以後民政委也在推廣有機農業一樣 有機農業是正正在協助地球 幫助地球 一公頃的土地 一年有機耕作 可以餵飽30個人 換成生產雞蛋牛奶 只能餵養大概5到10個人 而且有機耕種可以減少 溫室氣體 減少石化料的燃料 再下一頁 所以讓各位了解 我們的人跟環境的關係 是一種互依存的關係 我們了解環境的倫理 我們的責任 維護身代的平衡 尊重生命 這樣可以永續發展 這是一個善的循環 沒有了嗎 沒有了嗎 我們要改變世界 但要先改變自己 就像你要改變別人 你要先改變自己 你自己要開始改變 你要成為民政府的高級公務員 你就要穿這樣的自私的服裝 人家會知道你是認真的 你是真正的想要改變台灣的現狀 這是我們的標準制服 黑西裝 白襯衫 我們下個禮拜 你們來上高級班 禮拜六 做之後西裝的人都會來 這標準服裝 讓大家看到 這是一個有制度的團體 我們真的就在改變台灣 我們在改變整個世界 以後大家會因為 現在你以台灣民政府為榮 以後台灣民政府會以你為榮 重要的不是已經失去的 而是還在的 我們要知道 解決的辦法 我們都有能力 所以我們還在等什麼 搶救地球這個導演有講 你都知道有能力 Be Vision Make Peace 你有能力可以做 就很簡單 這樣世界就會和平 很簡單 什麼叫IPCC 剛剛前面一直告訴各位 IPCC就是 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 這是世界的 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 WMO就是世界氣象組織 UNEP是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NOAA是海洋大氣管理局 NASA美國皇代總署 FAO聯合國糧食組織 還有SMTV 無上市電視台 裡面都有很多的資料可以看 下一頁 對 這些是 大家推薦的 可以讓各位很輕鬆的接受 舒實的 那個書籍 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讓各位知道 其實透過大家的一些 分享互動 這樣剛剛告訴各位 跟各位分享 我們怎麼去跟人接觸 去談台灣民政府 做一個非常有質感的 台灣民政府的高級公務員 然後呢 讓我們一起 來為台灣的下一代努力 讓我們台灣的下一代 有夢想 有未來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各位好玩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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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